太奇怪了 这个女人从受孕到肚子大起来 才用了20分钟 更神奇的是 一个小时前她还只是小女孩 孩子的父亲是小卷 同样一个小时前她还是个小男孩 小卷和父母 姐姐小美 本是幸福的一家四口 某天她们中了大奖 可以免费去度假村玩一周 到了目的地 经理早已在门口等候多时 把她们热情地迎接进来后 服务员给每人都递上了一杯新榨的饮料 就瞅着这态度这待遇 接下来的旅程一定很舒服 第二天经理给她们介绍了一处 少有人知道的海边沙滩 经理建议她们去那晚 同行的还有另外一个四口之家 有专车接送的 她们很期待这场短途旅行 殊不知司机打开铁门时 上面的警示牌写着 自然保护区禁止入内 擅闯者依法追究责任 到达目的地附近 车开不过去了 于是只好把东西搬下来 然后走过去 她们想让司机帮帮忙 但司机拒绝了 因为她还得赶回去 下午五点再来接她们 司机告诉她们 穿过前面的一线天 就能看到沙滩了 众人通过有陡峭岩壁形成的窄道 来到了这个沙滩秘境 经理没有骗人 这里果然风景依然非常优美 同时他们看到角落 还坐着一位黑人小哥 孩子们在玩耍时发现 沙里埋着很多游客遗留的物体 有些都生锈了 应该有段时日了 小卷在海里游泳 身后却飘来一具女尸 她被吓得赶紧上岸喊来了爸妈 这时那位黑人流起了鼻血 医生大叔怀疑她和女尸有关 黑人极力否认 医生拿出手机准备报警 却发现沙滩上根本没有信号 此时这里又进来一对夫妻 男的是亚裔自称杰伦 妻子是一名黑人心理医师 杰伦知晓情况后 想出去求助 哪知一进入窄道就感觉头痛欲裂 随后晕倒在地 然而醒来时却发现自己回到了沙滩了 这也太奇怪了 这个沙滩到底有什么秘密呢 愤怒的医生用刀划开了黑人的脸 不料黑人竟然一点都不觉得痛 更奇妙的是伤口在几秒内痊愈 连疤痕都在快速消失 这可震惊到了所有人 几小时前医生的母亲突然觉得身体不适 然后很快晕倒在沙滩上 医生急忙抢救但无济于事 年迈的母亲还是去世了 奇怪的事还在发生 小美小卷两姐弟在短短几小时内 长大了七岁 瞬间从儿童变成了青少年 爸爸妈妈几乎没认出他们 大家再一次惊呆 同时感到了这个沙滩的恐怖之处 黑人突然发狂般地跑回窄道 医生赶紧追上去 但和杰伦一样他们再次回到了沙滩 本就怀疑黑人的医生情绪激动 拿刀袭击了他 但伤口快速愈合 经过讨论 他们发现了彼此的共同点 那就是每个家庭里都有一个病人 比如那具女士生前患有剑动症 杰伦的妻子有癫痫 医生的妻子患有低钙血症 而医生也因为压力大有精神不稳定的问题 至于小卷的母亲 其实她体内有个肿瘤 这时也感到身体不是起来 只见她的腹侧微微隆起 本来不明显的肿瘤 现在已经凸显出来 事不宜迟 医生决定原地帮她摘出肿瘤 手术刀划开她的皮肤 但就像黑人一样 伤口马上就愈合了 医生只好再划一次 大家用手帮忙撑开她的伤口 医生从里面取出哈密瓜大小的肿瘤 随着伤口愈合女人醒来 感觉自己身体轻松了不少 此时不远处传来黑人的尖叫 因为她发现女尸已经变成了一具白骨 而正常情况下 肉体完全腐烂至少需要七年 的时间流逝不正常 沙滩上的半小时相当于平时的一年 所以小孩们快速成长 老人加速死去 而他们大人体内的细胞也在急速老化 只不过从外表不容易看出来 但几小时后皱纹就会爬满他们的脸 而且如果他们在这里待上一天 就能一下子衰老50岁 所以当务之急是寻找出去的方法 这个女人因为患有低钙血症 全身骨骼错位 痛苦地在地上打滚哀嚎 最后以一种非常怪异的姿势死去 女人是医生的妻子 他们的女儿凯拉在几小时前 和小卷偷吃筋骨后怀了孕 肚子瞬间大起来 凯拉原先还以为只是长胖了 得知这里的时间不正常后 两个年轻人顿时慌了 果然没过一会凯拉的肚子就有了动静 在其他人的帮助下她顺利产子 但孩子一出生就因为承受不住加速的时间 而腰折了 伤心的凯拉爬上山壁 试图越过悬崖寻找出路 然而却在半途晕掘 掉下来摔死了 精神本就不稳定的医生拿刀刺死了黑人 杰伦试图从海上游到对岸 但也同样因为昏迷而淹死了 一小时后 他的妻子因为癫痫发作 也死了 此时山上有个人正拿着望远镜看着他们 随着时间的流逝 小卷父母发现自己变得老眼昏花 耳朵也背了 医生继续发狂攻击他们 被女人用生锈的刀割伤手臂 因为时间加速 毒液很快传遍了医生的全身 他也就凉凉了 医生妻子因为滴钙血症死在了山洞里 小卷父母在沙滩上相继老死过去 现在只剩下他和小美两姐弟了 时间来到晚上 小卷发现了山顶上闪着光的摄像头 两人还在沙里找到了一本日记 上面记录了曾在沙滩上死去的人 看来他们不是第一批受害者 原来这里是地球的一个磁点 环绕的山以前都在海底 富含矿物质 现在把沙滩变成了一个磁场 能让人体细胞迅速老化 小卷想起以前看牙遗传的金属背心 如果能造一个金属管道 或许就能通过他逃离这里 过了一晚 姐弟俩都变成了中年人 小卷从背包里发现了一封信 这是之前酒店经理的侄子给他的 上面用间谍游戏的文字写着 我的叔叔不喜欢珊瑚 小卷恍然大悟 或许海底的珊瑚礁能帮他们逃离 两姐弟果然发现一个珊瑚通道 就在他们努力游过时 小美的衣服被挂住 那么他们最后能逃出去吗 山顶尖是他们的正是那个司机 只见他打了一个电话报告 原来这个度假村属于一家制药公司 他们发现这片神奇沙滩后 就利用游客测试新药 把药加入饮料给他们喝下 再把他们骗去沙滩 从而观察新药对疾病的作用 以前需要几十年才能得到检测结果 现在只需要几小时 大大缩短了实验时间 而那些游客就是源源不断的小白鼠 不过他们不会想到 小卷和小美没有淹死 而是成功从珊瑚通道来到正常区域 上岸后小卷把那本日记交给警察 只要公司的阴谋公之于众 酒店和实验室里的人都被逮捕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电影名叫《老雀》 是一部脑洞不错的悬疑片 感兴趣的可以去看看原片 是一部脑洞不错的悬疑片 感谢观看